大家好,我是你们的Pick Brother,朱迪,今天我们要砍的电影是《美国队长3》 话说,在美队的代理下,复仇者联盟战果累累 他们凭借自己不凡的身手和强大的超能力,在全世界各处打击犯罪分子 但有时候维护正义并不是那么容易 经常在战斗的过程中会发生意外导致很多的普通人意外死亡 所以全球107个国家联名向联合国提出抗议 他们把一切的矛头都指向了超级英雄 为了平息着107个国家的抗议,同时也为了能够掌控复仇者联盟 美国政府向超级英雄们提出了让他们加入美国军队 成为美军的士兵以此来约束超级英雄们的行动 但此时复仇者联盟的内部却出现了分歧 钢铁侠、黑寡妇、幻世等人同意加入美军 但美队、猎鹰、匪虹女巫却坚持不肯屈服 美队认为一旦听命于美国政府就会影响到他们和黑恶势力之间的战斗 最终美队和猎鹰、匪虹女巫决定退出复仇者联盟 而钢铁侠等人则选择在联合国大楼签下合作协议 但在签协议的当天联合国大楼被一颗炸弹袭击 超级英雄黑豹的父亲也在爆炸中身亡 而监视视频显示放置炸弹的人竟然是东宾 东宾和美队是多年的好朋友 他曾被恐怖组织九头蛇控制成为了杀人机器 但自从九头蛇组织被击败后他已经消失了很久 这次联合国大楼被炸他瞬间成了焦点 很快就有人在德国发现了他 但美队提前一步先找到了他 但东宾并不承认联合国大楼的爆炸是他做的 而此时黑豹为了给父亲报仇也找到了这里 三个超级英雄就展开了一场大乱斗 当然最后他们全部都被抓到了美国 东宾因为涉嫌炸毁联合国大楼被单独拘禁 美队和猎鹰两个人则因为妨碍公务被没收了装备 此时钢地下再次劝美队听命于美国政府 美队却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而另一边一名神秘人冒充工作人员放出了东宾 东宾在淘宝的路上被美队和猎鹰给救了 他告诉美队他是冤枉的 他没有炸联合国的大楼 美队猜测既然不是东宾干的 那就很可能是神秘人干的 而就东宾的神秘人确实很诡异 他似乎很了解复仇者联盟 也很了解九头蛇 因为当年九头蛇制造的超级士兵不止东宾一个 事实上当年九头蛇还制造了另外五个超级士兵 但由于这五个人难以控制被冰冻在了西伯利亚 而神秘人救东宾就是为了从东宾的口中得知另外五个超级英雄的位置 所以想要证明东宾是无辜的就必须要找到神秘人 但此时美国政府却要以包庇罪犯的罪名抓捕美队 而执行这项任务的人就是钢铁侠黑寡妇等人 钢铁侠知道想要抓到美队是很困难的 他需要更多的帮手 于是他找到了蜘蛛侠彼得帕克 红女巫也决定帮助美队 而且他们还带来了一个强力的外援蚁人 接着美队决定带着大家前去西伯利亚抓捕神秘人 但钢铁侠等人却出来阻挡 就这样超级英雄们分成了两个阵营开始了大战 初次登上战场的蜘蛛侠还是很强的 很快他就制服了东宾和猎鹰两个人 钢铁侠的个人战斗力确实很强 而且更强大的幻视也加入到了钢铁侠这边 还有为父亲报仇的黑豹也一并投入了战斗 双方打的难解难分 此时强力外援蚁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他瞬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巨人 虽然变大的蚁人攻击力很强大 但行动迟缓 没多久他就被蜘蛛侠用蜘蛛丝给捆成了粽子 但蚁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因为他就是在拖延时间 此时的美队和东宾已经驾驶飞机飞往了西伯利亚 而其他人则被美国政府抓获关在了监狱 但钢铁侠却突然得知是有人冒充东宾炸毁了联合国大楼 为了弥补自己的货错 他决定去帮助美队 三个人一起来到了九头蛇留在西伯利亚的基地 但却发现那五个超级士兵已经被杀 神秘人也终于现身 而且他说出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在多年前东宾杀死了钢铁侠的父亲和母亲 这个消息让钢铁侠无比的愤怒 于是他不顾美队的阻止一定要杀了东宾 三个超级英雄就这样又开始了相互的厮杀 而这边黑豹也找到了神秘人 神秘人也说出了他这么做的原因 原来神秘人只是一个普通人 有一个普通的家庭 但他的家人却全部死于 复仇者联盟和罪恶势力的战火中 所以他假冒东宾炸死了黑豹的父亲 他所做这一切就是要让复仇者联盟相互厮杀 最终神秘人被黑豹抓获 而美队和东宾合力打败了钢铁侠 接着美队还救出了在监狱里的其他超级英雄 并且一起躲在了黑豹的王国里 以上就是美国队长3的大致剧情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有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关注转发 我是朱迪 一直爱看电影的朱 我们下期再见